丹荣巴格启动了商业促进区计划 让这一带过了下班时间后也充满活力和生机 计划由八个业主联手推行 将主办系列社区和健身活动 市区重建局去年宣布九个试点商区 当中丹荣巴格率先启动 在丹荣巴格商区率先登场的是中秋节庆祝活动 访客参与了品茶和制作月饼 现场也有户外健身活动 例如太极集体运动 这里接下来三个月还将主办更多的活动 如障碍挑战和免费瑜伽课程 我们还是会在这个广场做一些体操 或者是音乐会还有这些意外会 我们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国民居民 在周末的时候到丹荣巴格来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丹荣巴格 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旅游点 商业促进区由私人业主经营 除了丹荣巴格之外 另外八个商业区是牛车水一带的商区 政府大厦 甘榜阁南 滨海中心 莱佛市方 滨海湾 巴叶利巴和玉朗商业区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为市区和公共空间注入活力 政府也将提供资助以更好的利用公共空间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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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